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当地时间8月25日举行议事 切割美国海军第四艘福特级核航母的第一块钢板 标志着该航母正式开始建造 据悉 多里斯·米雷原为美国海军的一名处师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时 他在西弗吉尼亚号战略舰上服役 后来获得海军十字勋章 除了首舰福特号2017年7月交付美国海军服役外 另外两艘仍处于不同的建造阶段 此外 福特号的武器弹药升降机至今不能全面投入使用 呆航母进入美国海军服役已经4年了 可至今仍不能作战部署